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中国的文化 首先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天下皆兄弟 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一定要强大 但是我不妄自独尊 天下皆朋友 先礼后兵 所以中国武术 是中国文化 也是中国人精神的一种传承 那么结合今天的这个专题 那么功夫电影 与中国武术 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今天将从三个章节 跟各位同学们一起来分享 第一个章节就是武术与电影 是一对相依的恋人 中国武术和功夫电影 就像是一对生死已共的恋人 1971年 著名的影星李小龙 凭借着唐山大兄中的中国功夫 震惊了全世界 1982年 电影《少林寺》成就了李连杰 使得世界各地掀起了武术热潮 1990年以后 袁和平 红金宝 成龙等走向了国际 中国武术就成为 好莱坞动作电影的金字招牌 借此 中国武术与功夫电影相依着 走过了漫长的旅程 中国武术成就了功夫电影 最辉煌的经典历史时刻 功夫电影也唤醒了 中国武术发展的第二季春光 那么说到功夫电影 我们首先就要说 我们功夫电影的鼻祖 李小龙 布鲁斯利 李小龙是将功夫电影和中国武术 传播到世界的第一人 更是打入好莱坞的所谓华人 他革命性地推动了 中国武术和功夫电影的发展 现在在全球 一共拥有两亿以上的功夫影迷 李小龙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 他的功夫就是中国武术 他对现代武术 技技术和功夫电影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逐渐将中国武术也带向了全世界 他用十多部功夫电影 缔造了中国武术不朽的东方传奇 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全世界 下面大家看到的就是 被李小龙深深影响的日本李小龙 这个十一岁的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金井龙星 因为他受到李小龙功夫电影的影响 他把李小龙视为自己的偶像 为了能够像李小龙一样 他从小就开始习练武术 并模仿李小龙的各种招式 和各种表情 各种神态 他的视频在世界各国的网站上 疯狂地传播 吸粉无数 被称为迷你版的李小龙 据小朋友的父母介绍 他从三岁开始就模仿李小龙 而且付出了大量的训练 超过了很多很多小朋友 所能承受的重量 所以说他以他的偶像的动作形态 都非常的相似 以一种可爱的方式 展示了中国功夫的无穷的魅力 那么第二个 张杰我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 功夫电影是中国武术走向了世界 那么首先向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通过功夫电影 走向世界的武术明星 第一位就是成龙 在我们中国 我们非常亲切地称他为成龙大哥 李小龙是第一位 那么成龙应该说是第二位 成功地打进好莱坞的功夫巨星 他凭着他的幽默 过人的胆识 获得了全世界功夫隐秘的认可 大家都知道成龙拍的武侠电影 基本上就从来不用提升 那么第二位 需要跟同学们介绍的 就是李编杰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大陆地区 拍摄的第一部 最有影响力的少林寺的主要的演艺者 李连杰他从小就从事专业的武术训练 也多次获得过全国的武术冠军 那么当年他以一部少林寺 打动了无数的国人和世界的人民 后来他步入了好莱坞 在好莱坞的影坛 用他的硬功夫 用他的真实的情感和精湛的演技 也打动了无数的世界的影迷 另外一位叫赵文卓 这是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我的学生 90级考入北京体育大学 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武术运动员 也多次获得过全国冠军 那么他最早跟你连结 连妹出演了一部非常著名的功夫电影 叫功夫皇帝 其中他以大反派九门提督 然后演出了一个武术坏人的最高境界 所以也取得了很大的影世界的成就 中国功夫的电影有很多 那么在这里向各位同学介绍 我个人非常认可的两部电影 一部当然是少林寺 因为少林寺可以说 在中国 在全世界 唤起了大家对武术的一部热爱 他现在还保存着 电影单片关友人数的最高纪录 包括现在少林寺所在的河南的登峰 现在还有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在那里席练武术 另外还有一部叫《李小龙传奇》 这个影视剧它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国际功夫的五大片 它通过 讲述李小龙坎坷的成长的功夫之路 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人 他不屈不挠的任性和民族的自尊心 以让中国的武术 他的声音响彻世界 那么中国的武术 走向了世界 也引起了世界各地 好莱坞等等 这些明星的关注 那么我们的中国的功夫 也成就了一部科幻的经典 这就是黑客帝国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 在这里面 他们的导演 第一次在科幻影史上 引进了中国功夫的概念 大家从影片中 从具体的打斗的情节 包括他的场地 包括他的墙壁上的对联 以及他传出的 优优的带着中国色彩的音乐 都营造了一个 跟黑暗的金属世界 截然不同的东方意境 巨大的反差 让大家从电影中取得了 非常美的一个审美 你包括从图片上 这位男主角的动作 就不由地 让大家想起了 李廉洁版的黄飞鸿 在中国的武侠故事中 总是有一个情节 就是我们的主人物 在刚开始 躺躺满之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挫折 甚至遭受巨大的打击 甚至会出现沉沦 但都是 通过精神的力量 通过意念的力量 让自己重新 恢复到自己强大的心态 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 都得到了超越 最后成为英雄 获得成功 那么在日本 也有很多的影视作品 也非常非常的引人入胜 在这里面 你比如说 七龙珠 他就是以中国名著 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 来展示给世界人民 那么体现了 他的面对困难 顽强批驳 追求卓越的这么一个精神 也传输了武术文化的价值 另外还有火影忍者 这个动漫 这在全世界影响也非常大 里面融入了很多的 中国武术文化的严肃 比如说罪权 八卦掌 永春拳 奇门 盾 甲棍 等等 美国 也有很多的导演 很多的编剧 也纷纷地引进了 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因素 包括日本的一些文化因素 你比如说 功夫熊猫 这个在全世界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与中国武术为核心的功夫电影 里面的五位勇士 有猴子 老虎 鹤 螳螂 和蛇 而这五个形象也代表了咱们中国五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拳法 猴拳 虎拳 等等 另外也非常著名的《忍者神规》 这个也是在全世界也非常叫响的一个功夫电影 它里面使用的兵器 比如说双截棍 双刀 钢叉 橙棍 这种兵器在中国的唐宋时期就已经广泛地用在我们的战场上 和我们平时的洗脸当中 那么第三个章节我们来介绍 就是中国武术为我们的功夫电影注入了东方的神运 就是注入了我们武术的精神 那么作为我们东方神运的中华武术精神 应该说是博大精深 那么今天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武德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习武先修德 而修德 武德是一个行为的价值观 而在功夫电影里 无时无刻不充实着武德的教育 那么要求我们的习武者 要自我反省 自我约束 自我改造 指格为武 努力养成高尚的武德精神 第二点 狭义精神 从古至今 中国的武术和侠义文化就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我们的大侠精神 我们的持强不能凌弱 我们要用我们的功夫来拯救我们的人民以水火当中 包括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第三点呢 我们经常讲武术要有丧武精神 那么丧武精神就要求我们爱国 强身 自强 积极向上 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要用一种强烈的精神支柱来支撑着我们 面向我们再大的敌人 我们敢于亮剑 敢于去拼搏 敢于去追求胜利 这就是上武精神的很重要的内核 也是我们功夫电影里所印含的中国人的哲理 那么在这儿呢 我再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个 我们在中国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叫精武精神 这个精武精神呢 我们是由我们的武术的前辈 也是我们的武术家 霍元甲先生 在1910年在上海创立的精武体育会所提出的 因为精武体育会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历史最悦悠久 成立最早 却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一个民间团体 那么在创立之初 霍元甲先生就身体力行 通过把中国传统的武术的理论 积极的战术 以及西方的一些搏击术融为一身 而且呢 敢于向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进行挑战 最终展示中国武术的强大 展示中国人的勇敢顽强 而且呢 他提出了很多的理论 你比如说爱国 修身 正义 助人 强国 强民 强生 乃文乃武 就是又能文 又能武 等尚武精神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经常把精武精神 也作为我们中华武术精神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那么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用我们现在给中国武术的定义 它是这么来定义的 中国武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 以套路 闪打 养生 等为表现形式的 以基基为本质树性的传统体育项目 那么中国武术呢 在中国有大量的爱好者 也习练者 在全世界 也有大量的爱好者 习练者 因为中国的武术 而蕴含着五千年中华历史的智慧文化 同时呢 我们现在经常讲 世界是一个地球村 在全球化的今天 各个国家优秀的文化 都是在相互的学习 相互的包容 随着功夫电影 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播的媒介 中国武术呢 也广泛的 为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喜爱 习练 我本人呢 也去过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我都非常欣喜地发现 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很多很多 武术的爱好者和习练者 比如在日本 我参加过2013年 咱们日本的全国的武术锦标赛 也很让我感到高兴和震惊 在东京的三四千人的体育馆 连续三天的比赛 从早到晚 场场爆满 大量的武术爱好者 通过展示自己精湛的武术技艺 来展示咱们人的精气神 包括我去了美国 德国 意大利啊 西班牙等等等等的国家 他们都津津乐道地和我谈起李小龙 谈起成龙 谈起李连杰 谈起功夫 那么他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中国人 创造了这么一个 让全世界共享的这么一种文化 我记得我在国外的时候 被问及我最多的一点就是 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吗 每个中国人是不是都是英雄 我想呢 这些很可爱的 也很好奇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中国 包括我们世界各国 也包括日本在内等等等等的国家 出版了大量的 发行了大量的功夫电影 然后形成了这种英雄的形象和气质 应该从中国文化的基础来讲 中国人是非常热爱和平的 这么一个民族 应该说中国人在历史上 应该说没有发起过 对外民族的侵略战争 中国通过武术 其实是宣扬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通过这种精神 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 让自己变得不断地强大 而且让我们周边的人 因为我们的强大 我们的善良而得到帮助 也让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奋勇争先 勇往直前 不怕强敌 敢于战斗 而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获得它幸福美满的 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功夫电影 与中国武术 我也非常希望我们的同学们 能够在你们的学习生活之余 通过功夫电影 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武术 并通过我们的中国武术 来了解我们中国人 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了解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进而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 就像刚才我刚才谈到的 现在世界都是一家人 就像2008奥运会 我们中国奥运会的一个主题 就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One world one dream 也就像在疫情 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日本还在东京 举办了成功的东京的奥运会 其实这也体现了 我们的一个功夫精神 包括在奥运会里面 也有跟中国武术 密切相关的几个项目 你比如说跆拳道 它是韩国把武术发扬光大 而推向世界的一个 世界级的体育项目 包括我们这次进入奥运会的 我们的空手道 还有以前的柔道 其实这些项目 都跟中国的武术 有着千丝万缕的阴言关系 包括我们去法国 法国还有一个叫法国武术 赛法洞 其实它都跟武术 有着很相似 甚至相同的精神的内核 那么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通过习练各国的各种武术 达到强身健体 振奋精神 强国强种的这个目标 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中国武术 给中国人 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一个丰富的 而珍贵的一个礼物 以上呢 是我跟各位同学分享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再跟同学们 咱们一起交流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这也是我本人的 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 这就是武术 进入奥运会 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了 武术作为源自于中国的一个体育项目 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国家 很多很多的世界的各地的人们在习练 2008年呢 武术可以说成为了奥运会的表演项目 作为我们也非常希望 我们的武术 从它的纷繁复杂的这个体系当中 提炼出精粹的项目 能够最终呢 走进奥运会 成为我们共同同场竞技的一种体育项目 这个呢 是我本人非常迫切的一个愿望 在武术学院担任院长期间 我们也做大量的工作 包括我们现在国际武术联合会 也有了100多个国家的成员国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 我也希望能成为我们世界热爱武术的人们的梦想 第二个我非常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来交流的是 就是武术除了我们看电影以外 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 它到底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作用 我想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 当然是强身健体 我在世界各地 我发现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朋友们 都把习练武术作为强身健体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比如说太极拳 据我们得到的数据 全世界习练太极拳的 已经达到了四五亿人次 全世界 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尤其是对于我们青少年 对我们养成隐忍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对于我们的中老年人 也是能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年我去德国去考察 当时我的一个学生 在德国和科隆体育学院 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个中国武术和中国养生术的培训班 我非常高兴地听他跟我讲 在德国 他的学生拿着学费 就可以到商业的保险公司去报销 因为他们认为 通过习练中国的武术 通过习练太极拳 习练中国的东方养生术 那么就可以迅速地起到比吃药还好的效果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运动是良药 运动是良医 那么我们的中国武术 那么肯定是一道非常非常好的良药 第三个 我想跟我们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 也是我非常喜欢 愿意看到的 就是全世界有更多更多的国家 更多更多的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们 充分挖掘我们中国武术 我们功夫电影里的因素 融入到我们的各项的工作和影视作品的拍摄当中 刚才给同学们介绍了几个经典的 也是引人入胜的功夫电影 包括影视作品 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我非常希望 让我们更好的更精彩的功夫电影 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大餐 能够走入我们的生活 来成为我们生活中幸福快乐的快乐产品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都面临着很大的竞争的压力 包括学业的压力 我们工作的压力 生存的压力 追求幸福的压力等等 那么通过我们的影视作品 我们要弘扬我们武术 所能传达的强大的精神内核和正能量 最终成为我们精神的一个支柱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共同地来挖掘 我们中国武术在世界的价值 刚才我们第一个介绍的 我们的功夫明星就是李小龙 我曾经跟美国的武术界的朋友们 在一起沟通 他们有一个提法 他们说现在流行于世界的MMA 就是无限制格斗 他们认为他的鼻祖是李小龙 因为李小龙把中国的武术 和现代的技机 可以说是比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那么李小龙呢 他不仅他是一个功夫演员 他也是一个功夫高手 他在平常的习练当中 也是采取了中国传统的 以及现代的各种训练方式 提升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 所以他是有很强的真功夫的 这是我非常敬佩的 就像我们在北京体育大学 我们也举办了很多届的国际武术的交零比赛 包括日本的 泰国的 美国的 菲律宾的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世界的武林高手们 大家同场竞技 我们也非常希望 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平台 让我们各国的运动员们 在我们的武术的擂台上 一蹶高下 通过武术来凝聚我们的友谊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也看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功夫电影 那么我个人印象最深的 也是想给同学们隆重推荐的 就是少林寺 因为少林寺 它有很重要的文化符号的意义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 中国在不断的历史发展时期 有不同的价值的追求和文化的影响 那么少林寺1982年 是大陆和香港应该是共同合作携手 来拍摄的这么一个电影 里面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种家国情怀 十三棍生救唐王 这在历史上是一段佳话 那我们少林寺的五生们 通过平时的操练 铸就了一生的武艺 那么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 他们停身而出 通过自己的功夫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这个国家的复兴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种家国情怀 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英雄梦 另外我也非常地给同学们推荐 就是中国的武侠小说 功夫电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的武侠文化 武侠小说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中国近代涌现出一大批 非常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作者 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金庸先生 梁宇生先生 古龙先生等等等等 他们创作了大量的 快智人口的 引人入胜的武侠小写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谈到的东邪吸毒 南盖 北地 中神通等等等等 还有神雕侠侣等等等等 这都是从武侠小说里呼唤出来的 甚至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的是以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来定义我们每个人的个性 每个人的能力 我在日本进行考察访问的时候 当时来陪同我的一位老大姐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 他就在看我们原版的 中文版的武侠小说 他说他通过习练武术 他开始热爱中国的武术 进而想了解中国的文化 那么了解中国的文化 他就从看武侠小说开始 因为一部好的武侠小说 他能把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包括中国人的思想 以及中国人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都能体现的凌厉济致 而且这些优秀的 武侠小说 武学文化 还有非常美妙的文字的描述 那么通过这种美妙的表达 会让我们的外国的朋友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 武林大侠的身影 来走进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进而了解我们中国人 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方法 就像刚才课程开始的时候 我给同学们介绍的这个抱全力 这一点基本上来讲 就把我们中国人的个性 诠释得很清楚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勤劳 善良 勇敢的民族 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化 通过我们包括功夫电影 武侠小说等等等等的教育方式 让我们的年轻人 具备我们中国人的特质 我们也非常希望 我们通过各种形式 把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作品 好的电影 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非常愿意 包括我们所谈到的 美国的牛仔文化 包括日本的 刚才谈到了一些 非常优秀的一些作品 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 一些优秀作品 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 大家进行沟通 让我们从语言上 能够相互了解彼此 通过语言 我们又能够走进 我们彼此的内在的内心的世界 又通过我们彼此的内在世界 加强中国以及跟各国 国家与国家 人民与人民之间 朋友和朋友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就像北京体育大学 我们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接待了来自日本的很多的青少年 进行排球 篮球 武术 各方面的交流 我们的同学和日本的朋友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通过这种平台 也建立了良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今天也算是我们通过这堂课 我们通过学习中文 通过了解我们的武术和文化 最终希望了解我们中国人 我希望我们从内心里 都能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就像我们刚才 我们谈到的 武术源于中国 属于世界 我也非常希望全世界喜欢武术 喜欢中国文化的朋友们 能够来到中国 来到我们中国的武术的名胜古地 比如说像我们的少林寺 像我们的武当山等等 希望我们来自全世界的同学们 我们的朋友们 能够来到我们中国 感受我们武术的魅力 感受我们原汁原味的 传统的中国武术的技巧和方法 那么和我们中国人一起 我们把我们的中国武术 把它变成世界共同拥有的产品 最终我们一起面向这个美好的世界 今天就跟各位同学分享到这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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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